相較於一般傳統的紙的地圖 Google Map 它有優越性 就是可以快速的搜尋 然後它放大跟縮小的功能 解析度也很好 就是小到可以 它有提供街景的地圖 然後現在也有可以安裝在移動設備上面 像智慧型手機GPS 都是在用Google Map 也有提供週邊搜尋跟規劃路線 像大眾運輸工具的話 它就會呈現說你要搭公車 或是你開車的話時間是需要多久 然後也有比較詳細的街景服務 相片瀏覽的話就是現在使用者的話 你可以上傳一些像Google地圖的相片 然後你可以使用記號或者是標記加上註解的 然後如果有人查詢這個地方的話 就會顯示說有這個地圖 然後可以共享 大家也可以一起編輯 大家也可以一起編輯 你可以透過網際網路來分享 或是邀請他的人來一起編輯 就是你可以在Google地圖上面使用記號 或者是線進行標記 接下來是開發者簡介 像Google Maps API 它現在已經是第三版 它不需要特別申請API Key 然後是一個免費的服務 不過它的規定就是跟之前第二版是一樣 它可以提供消費者在任何免費的網站上面使用 可是需要付費的地方就是不能用 然後Google Maps API 然後Google Maps API 也可以讓你用JavaScript的方式 把那個Google地圖 遷入你自己做的網頁中 然後第三版 現在就是主打說它已經可以在行動裝置上面使用 上面這個是簡單的Google Maps API 這個HoloWorld的範例 因為現在是第三版 它向第一行就是直接宣告 它是應用程式為HTML5格式 然後下面的話就是使用Script 來標記涵蓋MAP API的JavaScript 然後JavaScript物件的話,它也可以存放多個地圖屬性 像Google它就有提供很多地圖,你可以用小的地圖或大的地圖 就是要更改JavaScript的地方 然後也可以撰寫JavaScript來建立地圖的物件 在Buddy的地方,你就可以unload一些事件 比如說你按地圖按兩下的話,它就會跑出來你需要做的事情 然後讓你出實話地圖 這樣的話就可以地圖跟其他的資訊結合 注意事項,GoogleMap API會提供你簡單的Code 讓你撰寫最簡單的Hello World的反例 可是在設定Sensor參數的地方呢 它提供了程式碼Sensor 你要把它設定成單獨的True或是單獨的False 或者是你把這一行去掉 就是你要把這個參數明確地設定一個值 然後它整個Code才是可以使用的 接下來要介紹一些GoogleMap的功能 比如說我們要寫一個地圖 如果你想要設定地圖中心點的話 你就可以用下面的那個Code 像第二 倒數第三行的話就是設定中心點 然後它是你就可以填上你想要的經緯度 然後後面那一個是Room的屬性 Room就是你可以縮放地圖的大小 如果Room越大的話 它解析度就會越高 然後你地圖的話就會越詳細 接下來設定地圖的類型 使用MapType和物件保留這些地圖的相關資訊 像它地圖 GoogleMap就有提供一些地圖類型的轉換 你就可以用GmapTypeCtrl的話 來設定說你想要一般的傳統地圖 還是溫馨地圖 或者是混合的地圖 下面的話就是Google Maps API提供的地圖類型 MapTypeIP.Roomap的話就是一般傳統的街道的地圖 然後SetLiter的話就是Google Earth的衛星影像地圖 然後MapTypeID.Hyperbird的話就是Google Map提供 你可以檢視一般的跟衛星的混合地圖 你可以檢視一般的跟衛星的混合地圖 然後點Twin的話就是地形的地圖 可以看等高線 接下來是地圖控制選項 接下來是地圖控制選項 如果是G.SmallMapCtrl的話就是它提供你一些小型的地圖 如果是G.SmallMapCtrl的話就是它提供你一些小型的地圖 可是它沒有地圖移動的控制 可是它沒有地圖移動的控制 然後如果是EnableScoreWaleRoom的話 它就是提供你可以用滑鼠滾輪來桌放調整地圖的功能 然後小型地圖全攬圖的話就是你打MapA的Ctrl 然後下面這一行的話它就是指你可以在左下角 右下角看到小型地圖的全攬圖 接下來是標記重要地點的功能 像你可以設一個變數Point1 然後你後面打經緯度的話就是你可以在地圖上面標記重要地點 然後也可以在地圖上面打一些資訊 比如說你用BearHTML 然後等號後面雙引號的話就可以打一些字 然後讓你地圖上面可以顯示頁面的資訊 整合標記和頁面標籤資訊 它就是讓你地圖上面你可以用Point跟Maker的話 然後你可以在一個點上面就是標記 然後也可以也可以就是有那個頁面的標籤 然後上面可以打一些你需要的資訊 然後上面可以打一些你需要的資訊 或是接聽事件特定事件發生要呼叫的函式 比如說下面的話就是當你按地圖 你按一下了以後它就會跑出一個視窗 然後提醒你說你需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用AderLister這個函式 然後Google Maps API 它現在也提供街景的服務 它有提供360度全景的檢視 但是並沒有每一個地方都有 就是可能要就是Google有提供的地方才有街景的檢視 街景服務一家人就是你在用Google Maps的話 旁邊會有一個藍色的一家人 然後如果你按下藍色一家人的話 它有顯示地圖上面有藍色的顯示的話 就是表示那些地方都會有那個街景的服務 然後你可以看街景道路的名稱還有全景 然後你按下一個點的話 它就會直接跳到下一個點的街景 接下來是demo 然後要看一下那個我做的Google Maps的應用 我現在要遠端連線到另外一台電腦 我現在要遠端連線到另外一台電腦 像這個就是最基本的你可以把它遷入你想要做的網頁中 然後就是又打標記一個點還有那個頁面變遷的資訊 然後地圖也有說放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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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就是你可以用那個地圖事件 比如說你用那個韓式庫的話 它會提供你Add the list的那個韓式 然後你點一下地圖的話 它就會有通知出來說你可能需要做的事情 然後這個功能的話 就是你在地圖上面你可以點兩下 然後你可以把你想要的路線標記出來 然後你只要去設定它那些層次的話 就是有提供這些功能 但是我覺得它有點不靈敏 最後一個就是它有提供街景的功能 就是如果你上面是一般的地圖 然後你點了以後它如果有提供街景的話 它旁邊就會顯示它的經緯度 然後有一些地方沒有的話 它就會顯示錯了錯誤 然後下面的話是它提供街景的功能 這邊就是古大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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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做的始作 然後我做的始作 就只有一些比較基本剛剛介紹過的功能 可是Google它還是有提供很多 像現在就有很多導航還有街景的功能 大家可以回去始作 然後Google Map的話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做剩下的古工API的介紹 再加上 來吧